哈喽大家好,我是鹿蒋 那我现在已经准备要从日本家里出发回台湾 那因为文达他今天要上班的关心了 他现在已经出门了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机场 其实我真的超紧张的 因为太久没回去 一方面又担心说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东西漏袋 应该是不会啊 因为我已经确认过很多次了 但是还是很怕说 自己有没有确认到的东西 那等一下呢 就带他去看一下我这次回台湾 那会经过怎么样的流程 再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希望可以提供给之后要回来的人做参考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在雨田机场的第三行下了 好久没来哦 人好少好不习惯 陪我的班机 2点半飞往台湾台北 哇终于要回家了 现在正在办理登机手续中 嗨大家我现在已经办完登机手续进来了 然后虽然现在是中午 可是店几乎都没有开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 Gucci是有开的 那这次超幸运的是我检查完一进来 这直接是登机门 就不用每次都要到超远这样的 看一下他们这里有卖吃的 我今天都还没有吃东西 其实看到这样子的机场还蛮难过的 以前都好多人 现在都没什么人 哦 前面那边好像有卖吃的 已经到现在有卖吃的店 可是也不多 我反正想吃六里色的钻面也没有卖 只有卖旁边有一家乌龙面 想说这次要回台湾大吃特吃 在日本就先都不要吃东西好了 反正上飞机坐还可以吃 期待上飞机咯 趁现在上飞机之前 赶快先去做一下充电 吃东西 大事 中间飞机 MING FOUTINGS Or they lazy bed With your head on my chest I'm gonna be in my mind GCBIN等待即經過渡航門 GC先鋪圈請將電子用品 了解為平常模式 並確認已經關閉外貸功能 I do I hope you Can hear every note That my heart sings Like a choir of bells How they all ring Oh can't you tell Neath the tampani swells And heart strings There's a place Deep in our hearts Where it matters We can stay there forever Never and after Ridden in stars GCBIN歡迎回到台灣 為加速抵抬頭關流程 請確認你已經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申報及相關切結 Update this on the quarantine system for entry 台灣我回來了 好想哭好感動的感覺喔 我的行李 我的行李是這一個 欸咻 我 現在換完錢要出去了 天啊 這裡就是我之前接三下之酒機接了松山機場 好懷念喔 你現在在這裡接三下之酒 現在叫到我的名字要去做防疫計程車 這是傳說中要噴酒精的地方 好 好 嚇回一跳 你好 先站起來 OKOKOK 不好意思 謝謝 好 看見 中間的本車 什麼 什麼 是 是 我現在在那邊走來看你的時間 真的嗎 你好 謝謝 下次把我老公帶回來 好 辛苦了 謝謝你 這是你的晚餐 喔 謝謝 這個房間桌上都有環保餐具可以吃 太感人了 謝謝 我還拿到熱騰騰的便當 好開心 好久沒有吃台灣的便當 走廊是這樣子的氣氛 然後到我的房間 那他們門口這裡有說 這個是垃圾桶 這個是食品物資的放置處 在這裡跟大家說抱歉 我在我們的浴室拍 因為我到台灣的時間已經是晚上了 所以外面非常的暗 那我找到防禦旅館最亮的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我就在這裡拍影片 那在這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入境台灣的流程 這樣可能之後要回來的人可以做參考 因為我自己其實在回來之前非常非常的緊張 緊張到就是心臟會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覺得有點焦慮 因為會怕自己有什麼東西忘記蛋 因為我基本上沒有台灣的SIM卡 然後我也沒有換錢 就想說全部都到台灣再弄 那就分享我的經驗給大家 這樣之後要回來的人可能就比較不會慌 那回台灣要準備什麼呢? 我在我要回台灣的這支影片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那就主要跟大家說 實際入境台灣的時候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我這次搭乘的是中華航空 那中華航空在我在處理登機手續的時候 他們就需要我準備 台灣入境檢疫申請證明 還有PCR檢測證明 還有航空公司健康聲明書 台灣入境檢疫申請證明 下來48小時前要先上台灣的衛福部登錄 那申請完之後他們會有個申請結束的頁面 你把它拍下來放在手機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個是PCR檢測證明 這個也是要在48小時之內 那我自己是在搬機前一天的中午去的 所以就有在48小時之內 然後最後是航空公司的健康聲明書 這個健康聲明書是直接在登機櫃台填寫就可以了 所以就不用另外準備 把它交給地勤人員看之後 其他就跟一般的我們的登機手續差不多 那上飛機之後也是跟疫情之前都一樣 最主要是下飛機之後的一連串手續 其實整個流程都非常非常的順利 檢疫人員也非常非常的親切 我有點被嚇到 因為他們真的是不是微笑 然後非常專業的在應對我們每個人的問題 像我們同班只有日本人 那日本人他們就比較不懂中文 那他們也會可能到外地會比較慌一點 那檢疫人員他們非常厲害 會講英文因為會講日文 然後又很親切的對應 還會跟我們閒聊一下 我自己覺得還蠻感動的 那我自己在台灣入境檢疫申請證明的時候 我是先填寫日本的號碼 因為我本來以為日本的號碼還收得到簡訊 結果就收不到 那我下飛機之後就跟檢疫人員說 我沒有收到簡訊 那檢疫人員就很細心的帶我到第一站 就是電話SIM卡的申請 那SIM卡他們有非常多的方案 像是7天、15天、30天、90天都有 就選你需要的 那申請完SIM卡拿到電話號碼之後 就跟我在檢疫系統登錄的那個電話號碼不一樣 所以下一站他們就是可以協助幫我們更改那個電話號碼 那這邊檢疫人員也是非常專業 他就幫我很迅速的改好那個號碼 我是完全不用動腦的 而且他們都是一直掛著微笑 我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檢疫人員還說他有看過我的YouTube 那我就覺得很害羞 那接下來一路呢 他們也都會要求要看申請證明還有陰性證明 那之後呢就是要做唾液檢測 那做唾液檢測之前呢 檢疫人員他有給我一袋是快篩 如果在特別過程有不舒服的話 就可以用那個快篩來篩一下 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陽性這樣 他們動線都設計的蠻明確的 那檢測唾液的地方也全部都有隔開 在檢測唾液的盒子裡面突進唾液之後呢 把它交給檢疫人員 然後就可以直接出去拿行李 然後拿行李之後呢 還標出那個自動門 它旁邊也可以兌換外衣的地方 我在那邊有先換外衣 因為要做防疫計程車 一出來就有檢疫人員 但我沒做防疫計程車 整個是非常順暢的 上防疫計程車的時候呢 司機很感人還幫我提那個行李 因為那行李真的蠻重的 然後司機就幫我 很感動 上防疫計程車之後呢 就傳LINE到我的防疫旅館 那防疫旅館的人員就會準備要在 防疫旅館的後門口那邊接我 真的太久沒回來了 也是很想家人啊 然後也很想念台灣的感覺 因為台灣這幾天好像在下雨 就濕氣很重 我想這個就是我的濕氣很重的台灣 就是很多情緒會突然湧上來 然後我自己在坐計程車的時候 就會也會邊想說 很想帶文當回來啊 很想帶文當來看一看 那這次就蠻可惜 沒有跟他一起回來 可能要再等到明年什麼的 那如果可以帶他回來的話 當然是希望可以帶他回來 那希望這個分享可以對之花回來的 有幫助 那我也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晚餐 我的晚餐是這一家 打開給大家看 很緊張 他們外面也沒有打過囉說 我今天吃什麼 我真的好久沒有吃台灣的便當了 竟然是熱騰騰的很感人 哇~~ 排骨 它看起來好好吃喔 而且還有我最愛的豆腐 我要瘋掉了 就是台灣味 因為這跟我今天中午吃得很像 早到今天中午就選雞肉飯了 好 那謝謝大家看我今天這支影片 有沒有看到我換一個地方之後 就比較暗了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可以幫助到之後 準備入境回台灣的大家 那之後的影片呢 我也會再上傳 我做的防禦旅館的LOOM字啊 我本來想說沒什麼必要拍 可是看到準備有這麼齊全 就覺得 一定要拍一下 跟大家分享 那也謝謝大家看我今天這支影片 終於回台灣了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去吃晚餐了 掰掰